各位錶迷好,又回到 WHY Watch World 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這隻 Petefilipe 伯德菲獵 Gondolo 5024J 當提起伯德菲獵,大家通常都會想起它的運動錶王 包括 Nautilus 和 Aquanaut 都是運動錶款 當然伯德菲獵的工藝很卓越 它一定有很複雜的錶,包括 Complications 和再複雜的 Grand Complications 其實Petefilipe 最有名的就是他的 Color Traffa Dress Watch 簡直是 Dress Watch 的典範 除此之外,它還有這個很漂亮 但這個型號,Gondolo 通常都被人忽視了 所以我今天想有這個機會去介紹這個型號 以及特別是這隻錶 這隻錶有很強的 Art Deco 裝置藝術風的元素 大家看到它有很多很強、很直的直線 當然不單止這樣,它在白色的錶面上有小三針 時針、分針,還有小秒針 環繞著火車軌這樣轉 當然它還有這個Minute Track 這個Minute Track 都圍於這個錶盤 去看分針的時間 它這隻18K黃金的錶殼真的很漂亮 大家看到它其實是一個 Step Bezel 好像樓梯級一樣 就是這樣 這裡也是,有兩級 這個錶冠很完美地藏在這級 大家也看到它的錶冠有巴德菲利的錶子 這隻錶寬差不多30mm 長 就38mm 它的厚度大概是6.5mm 但大家看到它有少少弧形 所以戴上手就非常之鐵服和舒服 它沒有做到這個透底的錶底 不過 也不要緊 大家 整塊黃金都很值錢 說真的 它的機心 就是用伯德菲利的215型號機心 手上鏈的 它手上鏈 真的很順暢 很漂亮 它這隻錶就用了 Pin Buckle 也是18K黃金 它原本的鱷魚皮帶是黑色 我覺得搭配啡色 好像更突出 所以我就換了一條啡色的皮帶 大相手就先說 都非常之鐵服的 因為它有少少弧度 當然 現在這個時間 當然是 它的運動錶最當度 但如果要買運動錶 說真的 全新都要等不知多久 二手亦都比很高的炒價 但當你買這一種的錶 它又有這麼強的 Art Deco 元素 這麼漂亮的設計 還是18K黃金 說真的 它的價錢 便宜過鋼的錶 很多很多 甚至這個價錢 說真的它都便宜過 Rollex 的運動款 我覺得 雖然它可能現在的人 出街 它都比較Casual 它未必需要戴 這些款式的錶 但我覺得 有時自己是否穿西裝 或者穿得比較荒蠻 有一兩隻 旁身 其實我覺得都很需要 更何況 它的設計真的非常之美 尤其是羅馬數字 真的很有動感 很跳躍 我覺得它的設計 很有 contrast 它所有東西 譬如說它的錶殼 有很多直線 但看到的羅馬數字 很有動感 所以整個設計 是非常之美 我覺得 好 今天我介紹的錶 就差不多了 希望以後都能夠有更多機會 以錶會友 Watch for more watches Stay tuned